7月27日,美国队尼尼血连营,在拉斯维加斯开裂,多位超级巨星亮相,可谓是星光璀璨,美国队开裂,杜兰特笑着合影维绍,火箭内战格登高速突破哈登上蓝哈登,维绍,杜兰特,欧文,勒福,格登,斯罗赛,沃尔等多位大牌球星, 都在今天正式亮相,其肩微笑不仅穿着超短裤和哈登谈下风声,还和杜兰特一起并肩微笑合影,这一幕让不少雷霆球迷感慨,仿佛又回到了西日三少大沙四方的刘金岁月了,分足抵抗萨中,火箭队的两位大牌球星,哈登和戈登作为对手出战,他们上远了火箭内战,结果戈登在外星控球后, 加速突破了哈登的防守后完成抛投,将对抗营际的激情四射,火箭球迷们看惯了火箭双灯组合,联手时迸发出的威力,但当看见双灯正面交锋时,才发现戈登的突破能力还是被大家略为低估了,他的突破杀伤力着实出色, 对此,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,二灯面对登哥的防守,你应该来一个跨下运球突破,原灯这个突破有难度都知道,你要突还都知道你没法变相。